我不学习你财商 我也去创业 可以啊 但是你创业的成本很高 你可能要亏十年 亏十次才能总结一些经验 来获得一些成功 而且你的成功也是暂时的 那第二大区别 叫做花钱方式的不同 钱是有能量的 你把钱花到哪 它就在哪好 要想购买资产 我都说了 这五大资产只是个象 只是个气 决定这些东西是资产还是负债 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而是谁 是自己的头脑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如果我们的思维没有提升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拥有资产 我们永远只能拥有 只能拥有负债 所以这就立刻引出了 穷人和富人的第三个区别 写上思维方式的不同 今天你跟穷人讲 为啥不去创业啊 我没钱啊 借啊 亏了咋办 你看你去问刘永好 你去问刘永行 你去问马云 你去问史玉柱 你去问马化腾 为什么要创业 因为没钱啊 所以创业啊 没钱怎么创 借啊 亏了呢 他说万一赚了呢 哎你有没有发现 穷人的思维方式是 螺旋是想下走 而富人的思维方式 螺旋是想上走 为什么不花钱学习 老师我没钱啊 等到我有钱以后一定学 你还有机会有钱吗 请问 因为没钱 所以不学习 因为不学习 所以更没钱 因为更没钱 所以更不学习 更没钱 你去问我 当年我为啥要学习 不就是因为没钱吗 所以才学习吗 因为没钱 所以学习 所以有钱 所以更学习 所以更有钱 所以更学习 听懂举着 这不就是个正向循环吗 你想让你的人生 螺旋是上升 还是螺旋是下滑 那不想螺旋是上升吗 想螺旋是上升的同学 在座各位 那学习的最高境界 不是学方法 是学思维 我都说了 别人的方法 再好适合别人 不适合你 他能不能听懂 说什么 学习别人的方法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要学习别人的思维 你转身形成自己的思维 写上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那请问思维有什么产生 来写上 环境产生思维 思维产生行为 行为产生结果 环境是根本 环境才是因 先一堂课 可不可以让你的命运 某种办法发生改变 太难了 今天我好不容易把你改变了 你一回去 被那些没有上过课的朋友 又把你给改变回去了 听懂得举手 是不是这样子的 人类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21天 环境变了 你的思维就会跟着变 思维变了 你的行为就会变 结果就会变 再举个例子吧 在中国学英文 怎么学都学不会 把你扔到英国 不需要学 一出生就会 什么变了 环境变了 穷人和富人 最大的区别 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思维方式 我把它分为 全球最顶级的十大思维 光改变你的思维 不是那么简单 思维是有我们的 很多的这种 从出生的这种环境 给我们形成的思维 要一条一条给你改变 那如何学习思维 第一个 穷人和富人的思维 富八告诉我们说 太便宜了 我应该如何才能买得起 这叫富人思维 对吧 然后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 同样一件事 放到不同人身上 今天你破产了 被朋友骗了 消极的人 我再也不创业了 我再也不创业了 而积极思维的人是什么 天将将大任 于私人也必先 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我创业哪怕失败一百次 只要我成功一次 我就成功了 积极思维 什么是创造性思维 和毁灭性思维 就是你今天 你愿意跟周老师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来去讲财商 我们一起来传播财商 而不是说我得不到你 我就毁了你 合作性思维 跟对抗性思维 逆向思维 跟正向思维 第一性原理思维 和惯性思维 你会发现 就同样一件事 放在不同人身上 之所以我们的反应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的什么不一样 思维不一样 我们的思维不一样 完全要改变你的思维 要颠覆地改变你的思维 而且不单是改变 要让它形成固化 21天 当你思维一旦固化以后 再想被别人影响 影响不了了 财富怎么来的 财富是被吸引来的 不是赚来的 永远是大能量的人 影响小能量的人 有梦想的人 影响没梦想的人 告诉我是不是 所以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 来 鞋上继续 穷人和富人的第四个区别 能量的不同 西方有一个科学家 他发明了一个能量仪器 他可以直接测出 任何一个物的能量 也可以测出人体的能量 然后他就把这个 做成了一个能量成绩表 能量跟什么有关 能量跟我们的情绪有关 我们的情绪 就是调整能量的开关 能量分两种 第一种叫正能量 第二种叫负能量 灰色部分是负能量 绿色部分是正能量 这个世界最低的能量 叫羞愧 二十分 激进死亡 项羽为什么会乌江自闻 因为项羽此生 没有打过败仗 被刘邦给上大受骗了 围攻该下 十面埋伏 项羽死之前说了一句话 说我带八千子弟兵过江东 然后今天无一人生还 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他干嘛了他 他能量等于在哪个做 羞愧 说完模糊的自尽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项羽 还有百万雄师啊 他依然可以跟刘邦再战 但是为什么他不战呢 羞愧 很多老板做生意失败 他会跳楼 为什么 羞愧 他能量等于到羞愧这个为四了 那比羞愧高一点的叫内疚 再高一点冷淡 再高一点悲伤 再高一点恐惧 欲望 愤怒 骄傲 项羽这辈子 如果论实力 论自己功成拔载的能力 带步队的能力 都远比刘邦强 但是项羽这辈子能量的最高成绩 也就是175分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辈子很骄傲 太傲了 而刘邦不一样 刘邦虽然带兵打仗不如韩信 用计不如张良 压良运草不如萧何 但是他的能量高啊 刘邦的能量 最少是让自己的能量 恒定在400分以上的朋友们 那不开玩笑 明智 他绝对非常明智 第一次打仗 要被项羽生擒了 把自己的爹踹下去了 第二次打仗 又被项羽生擒 把自己老婆孩子踹下去了 他为什么敢做这个动作 很多人说 你这是太坏了 刘邦 你流氓 你不懂 如果刘邦被抓了 刘邦全家一定被灭族 但是只要刘邦逃了 项羽是不可能杀他家人的 因为他跟项羽是 磕头败把的兄弟 项羽是贵族 是君子 大家能听懂他说什么吗 明智 这叫明智 他永远活在明智这个维持 他的能量是400分以上 所以人与人比到最后 比的是什么 其实比的是能量 所有的物质 这都是能量的显化 你今天你的这个能量 就是负债的能量 你说你能赚钱的不可能 你赚到钱也会负债 大家看这张表 可以认真想一想 你人生有没有 最春风得意 最赚钱的时候 有没有 来告诉我在哪里 你的分数一定是在 300分以上的 来告诉我是不是 勇气 主动 淡定 欢容 明智 一定是在这个维持的 那你人生有没有 最不顺的时候 一定是在150分以下的 再往上走就是 爱 喜悦 平和 700分就开悟了 当年我上我老师 罗伯特清奇的客户老师 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宁可在富人堆里 做穷人 也不要去穷人堆里 做富人 这句话你们能听懂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今天 要想改变命运 必须要改变你的圈子 改变你的环境 你的圈子不改变 你的人生 没有未来 举个例子吧 当年我为什么 上了财商课 还是没赚到钱 后来我就想到了这句话 我就发现为什么 我手机号码里 存的全是穷光蛋 都是负债累累 找我借钱的人 我好不容易在深圳 一个月赚了五千块钱 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找我借了五千五百块 我还倒亏五百 听懂了吗 跟我说我手机丢了 赶快给我转账 很着急 我请假去给他转账 转完账以后说 感谢你啊 我手机丢了 等到我手机找到以后 再联系你 然后我就转完钱了 我问他 我说你手机丢了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呢 他就把电话给我挂了 从此再也打不通了 你能听懂意思吗 他就骗我嘛 能听懂吗 我当时我就想到了 老师这句话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成为百万服务 我必须要先进入 百万服务的圈子 因为只有我进入 百万服务的圈子 我那个能量场 到达了百万服务的能量场 我才有可能 显化出百万的财富 是还是不是 我做了个决定 把我手机里 不是百万服务的号码 全散了 到最后就删没了 然后我就要怎么样 我要进入百万服务的圈子 我到处上课 我到处学习 我到处混人脉 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就只要是百万服务 我就存了号码 只要不是我就不存 到了不到半年时间 我手机里 存了一百多位 百万服务的电话号码 我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混 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生意 结果没到半年 稀里糊涂 我就变成了百万服务 不跟你开玩笑啊 这位各位 可能很多人讲完以后 觉得很神奇 老师 这是个什么原理 我通过 道法素器四个维持 来给你解释 你们一听就全明白了 举个例子啊 这位各位 我们先到 先从能量的层面 来给你解释 假如今天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混 这个圈子全是穷王蛋 全是穷人 我们要想创业 他们所有人都会泼冷水 说不要创业 创业万一亏了咋办 反正就是 你记住 凡是给你梦想 泼冷水的 都是没有梦想的人 他没有梦想 他觉得很正常 有梦想的 他觉得不正常 你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所以你跟这帮人在一起 你的能量 只会被他们拉低 告诉我是不是 我再给你们说个真事啊 我喜欢下象棋 我曾经做过一个 这样的实验 会下棋的请举手 回去以后 你们可以做这个实验 比如说你会下象棋 或者围棋 你就找一个人给你下 这个人是技术比你高的 你每次都输 你们两个人约定好 每天都下 连续下三个月 不允许跟对方下 只允许你们两个人下 他比你棋义高 你每次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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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三个月以后 你会发现 你的棋义越来越好 他的棋义越来越烂 三个月以后 你们两个人的棋义 几乎持平了 但是如果你找了一个 比你烂的人下棋 你每次都赢 他每次都输 但是连续下三个月 你的棋义越来越烂 他的棋义越来越好 到最后你们又平了 这叫能量守恒定律 一个能量低的人 遇到了一个能量高的人 那个能量低的 会瞬间被那个高的拉伸 而那个能量高的 也会被那个低的 给马下拉 直到最后拉平 这叫能量守恒 大家听懂得来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要跟 能量低的人在一起 还是要跟能量高的人在一起 一定要跟能量高的人在一起 来 这是从能量 从道的层面来讲 咱再从气 从树的层面来讲 今天你跟一帮穷人在一起 就算你们创业了 在一起做生意了 请问你们能做多少钱的生意 那不就是快八毛的生意吗 是还是不是 但是假如说 你进入了一个 百万富的圈子 这个能量都是百万层级的 你在这个圈子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三千 你五千 你四千 你两千 你三千 你在想 估计我也就个两三千吧 我跟你们说个 非常神奇的事 你们身边 一定有一个小圈子 这个圈子 是你经常在一起玩的 比如说你生命当中 来往最紧密的五个人 你的财富 就等于这五个人财富的平均值 你们不相信 等一下把你们生命当中 玩的最好的朋友的 那个身价写下来 除以五 你会发现你就是这个身价 因为你的认知就是 每个人只能赚 一千 两千 三千 五千 我也就是赚个 一两千 三千 四千吧 举个例子 你家生了个孩子 放在你家里养二十年 跟放在李嘉诚 王永庆家里养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 让他自己出去创业 不给他一分钱 请问是放在你家养的 那个孩子会赚钱 还是放在李嘉诚养的 那个孩子会赚钱 为什么呢 放在你家养的 叔叔大爷 七大姑八大姨 九大姑十大婶 都是一个月赚三千五千的 突然有一个人 跟他讲一个月 你可以运入过万 运入过十万百万 他会觉得吹牛逼 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是在李嘉诚家里 长大那个孩子 他的叔叔百万 都是日入过千万的 他会自己认为 我将来长大以后 我做个百万 应该不是个什么问题吧 哎 能不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 对了各位 你的世界是你信念系统的变现 你相信什么 就会创造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当你跟百万夫 在一起做朋友的时候 在一起交朋友的时候 你的能量场 一定是百万 你相信都是百万夫 你在想 我也能从百万夫 首先你的内在变了